2017年的时候 因缘际会 我受邀来到台北 担任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 2018年的时候 如大家所知道的 发生了所谓的北农事件 我遭受了许多的攻击 但是也有更多人挺身而出 替我打抱不平 给我许多的温暖和支持 我深深的感动 至今深深的感谢 北农风波之后 我就回到了家乡 有些朋友就认为说 会不会你不愿意 再投入公共事务了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 不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为了家乡 我愿意 为了台湾 我愿意 我愿意接受土地的征召 接受乡亲的征召 接受母亲之河 浊水溪的征召 接受台湾价值的征召 参与这次彰化县第三选区的立委选举 哪怕接下来可以预见的 我将面临多少的困难与挑战 哪怕接下来我将再一次面临各式各样的谎言攻击 但是为了家乡更好 为了台湾更好 我愿意 大家好 我是吴宁宁 好久不见 感谢赖清德主席 在座的伙伴同志 现场的媒体朋友 以及所有朋友的关心 我将代表民进党 参与这次彰化县第三选区的立法委员选举 中华官第三选区包括到家乡 宏万 包括到中华官第三选区有十个乡镇 包括到家乡 宝道 彼陶 夺藤 日林 大乡 宏万 家乡 保身保严 是一个幅源非常辽阔的一个乡土地 我出生在西州乡 流水渓滨的一个小镇头 小镇头的时候 我是走路去上小学 乘梯买去设国中 坐公车到彰化室去设中化路中 不知道呢 坐着火车来到台北设台学 我记得那时候 大学联考之后要选前志愿 我的志愿卡上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法律系 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 有能力伸张正义 能够帮助弱者的人 像我小时候阅读到的党外杂志里面 记载的那些前辈一样 所以大学的时候 街头就是我的教室 群众就是我的老师 我成为学运社运队伍里面的一份子 不过大学之后 我并没有直接投入政治运动 反而走上写作之路 我到墨西哥的东南山区采访原住民的游击队 写作了蒙面丛林这本报道 我也写作了25万字的江湖在哪里 台湾农业观察 叙述了战后50年来 台湾农业的变迁发展史 我出版了诗集《为爱有花》 在那个时候 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作家 但是呢 生命如河流 并不总是直线前进 经过一个转弯 一个助选 我又回去故乡 回去驾乡 进入最基层的乡公所服务 我在乡公所累积了将近十年的行政经验 和我们的乡亲一起 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大小难题 和我们的乡亲一起守护家乡的水土 也和我们的乡亲一起 规划家乡可能的更美好的未来蓝图 那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段日子 2017年的时候 因缘际会 我受邀来到台北 担任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 2018年的时候 如大家所知道的 发生了所谓的北农事件 我遭受了许多的攻击 但是也有更多人挺身而出 替我打抱不平 给我许多的温暖和支持 我深深的感动 至今深深的感谢 北农风波之后 我就回到了家乡 有些朋友就认为说 会不会你不愿意再投入公共事务了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 不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为了家乡 我愿意 为了台湾 我愿意 我愿意接受土地的征召 接受乡亲的征召 接受母亲之河 浊水溪的征召 接受台湾价值的征召 参与这次 彰化县第三选区的立委选举 哪怕接下来 可以预见的 我将面临多少的困难与挑战 哪怕接下来 我将再一次面临 各式各样的谎言攻击 但是 为了家乡更好 为了台湾更好 我愿意 我是吴云宁 在此 我要邀请大家 跟我一起 我们做会打拼 做会赢 感谢 谢谢英灵 也欢迎回来 我想 讨好或者是卑躬屈膝 其实并不能够真正的保台 我们要和平保台 最重要的第一个首先的药物 就是我们要认同台湾 我们唯有认同台湾这块土地 认同台湾的价值 我们才会愿意真心的保护台湾 所以我会回应 谢一奉委员呢 就是说 我们第一药物就是要认同台湾 我们才能够和平保台 好 这样可以了 好 谢谢